这是7月1号上午11点多 由天鹤核心舱节点舱内摄像头拍到的画面 航天员聂海胜受拿轨训练 舱外航天服相当于一个微型的航天器 是航天员出舱活动的重要工具 结构精密复杂 很仔细 镜头转过来 我们看到航天服头盔里的刘伯明汤红波 在节点舱狭窄的空间内 两位航天员多上有一些行动不便 而且神奇的时候它也探身出去了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还有一个出舱口箭头 辅助的开舱门机构 也是一个螺旋的结构 通过它一下旋 开舱门打开正常 对 很精细的 所以说我们有一步的 舱门会把它结构破坏 它就失去它的作用 所以说给舱门照上保护罩 对 在地面 在地面 经过了大量的这种水槽试验 还有什么 弹起来 弹起来一只脚 工具员你可以把脚线维器给松手了 这是线维器已经出来了 线维器推出来了 对 这已经半身出舱了 对 哇 它外面太漂亮了 很漂亮了 很漂亮 这是贵当龙绝顶一栏 脚线维器安上了 舱外电动工具电池盖 是否出于锁闭状态 它们出去的时候还要带上电动工具 对 它这个地方还有好多细节没有呈现 现在这个画面可以看到刘伯明就已经整个 可以给它的这个可以看 看它腰间有一个微型的动作台 在它的这个作业的时候 安装的那个一个电动工具是铃膜酸的 就是也不能让设备的这种飘出去 飘出去 所以说始终要保持安全系统 在一个挂锅上的状态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刘伯明在舱外就始终是一个横向 就跟这个舱外航天器是平行的这样的 对 是一个平行的 但是对 抓好环形辅食 这个曙光也是个非常重要的 我们当时我俩配合了曙光港 我当时是曙光二港 配合了当时的那个 中国的第一次的手控教会对接 没有看到满天繁星 清晨了 的确是非常一个壮美的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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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